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是 Break Even Stop 这是我们的损评停损 在前一支影片我们有大概提过 那今天我们要来专门来 来讨论这个主题 那这个主题是蛮 怎么讲的 算是蛮深的一个主题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 如果有在听的时候 就尽量看能不能多了解 会跟我们前面的MAMFE 难度稍微再往上一点点 好所以这叫做Break Even Stop 那我们之前在讨论放 那个MAMFE放停损停利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稍微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原本的交易的 这个讯号 我们的trading的signal 在还没有放Starlos跟Table fee之前 我们去做了一个 MAMFE的一个计算 对不对 然后我们得到一个MAMFE 所以在这个阶段 我们会取得一个MAMFE 好所以在这个阶段的MAMFE 它是什么呢 它是还没有放Starlos跟Table fee的 这个MAMFE 所以它的样子可能是像这样子 对不对 你的损益可能是不知道 可能是这样 OK 好所以这个时候你算出来 它的MAMFE在哪里呢 它的MAMFE在这边 OK MAMFE之前的MF1在这边 OK 那Gobo MF1是在后面 OK 你还可以算很多东西 像是Messmart 还有Low 类似的 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算 对不对 Lose Tray或Win Tray OK 那经过这些判断之后呢 我们决定了什么呢 我们决定了我们要怎么用我们的延迟进场 对不对 好我们考虑了Delay Entry 好 我们也考虑了这个 这个Starlos跟Table fee 好 所以基本上到这个阶段呢 你再重新在执行的时候呢 你会得到的一组是什么 得到的一组是你已经有什么呢 你的Strategy呢 是 已经有使用了Starlos跟Table fee 好 甚至说你又用了Delay Entry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再去看它的MAMFE 好 也是可以的 但这个时候的MAMFE 就跟刚刚的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可能什么 你有可能把停损 譬如说放在这里 对不对 然后你可能把Table fee 是放在这里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一组交易呢 它的MAMFE呢 因为你已经放了停损跟停利 对不对 所以代表说它应该是会变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它的MAMFE 它的Mae 就等于它的Starlos 对不对 因为它就直接碰到Starlos MAMFE 那MAMFE 还是原本的MAMFE 因为它没有碰到Table fee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的什么呢 它的震荡呢 就是它的震荡的起伏的程度呢 就会被什么 被简化了 随着我们使用越多的这个 这个MAMFE的分析 跟对应的操作方法的时候呢 你所得到的MAMFE 会越来越什么 越来越简化 OK 好 你会得到的越来越简化 因为你不断在使用你的MASMA 使用掉之后 你的下一个MASMA 跟下一个MASMA 就越来越简单 越来越简单 所以随着你使用更多的什么呢 我们的MAMFE 技巧之后呢 它会越来越被简化 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讨论的这个 BravenStar 损益平衡 损益平衡的停损 它基本上是什么 是在你已经使用了Delay Entry 跟Starlos Table fee之后呢 的这一组MAMFE 我们要来看 然后我们来用它来决定 我们的BravenStar OK 所以我们今天会来讨论的就是 我们的BravenStar 应该要怎么样来使用 怎么样来放 OK 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BravenStar 我们要看的MAMFE 会比较倾向是说 我们已经用Delay Entry 用了Starlos 跟Table fee之后呢 我们再来决定 我们怎么样 来放我们的BravenStar 所以是在 放了停损 跟Table fee之后 我们再来看 OK 所以我们来看 所以说 你有没有一定要在 放Delay Entry 跟Starlos Table fee之后再讨论呢 这没有一定 但是我们这边讨论 会建议是说 我们还是在 这个 已经放了Delay Entry 跟Starlos Table fee之后再讨论 好 因为这会让事情比较简单 如果你要在前面放的话 它会跟Starlos 跟Table fee会有点影响 对不对 你想放BravenStar 就是你希望Price到一个情况的时候 然后呢 你把你的停损移到你的进场价格 所以至少你的这笔交易不会输钱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决定 Starlos之前 你就要想你怎么放BravenStar的话 会稍微有点混乱 但不是不行 这需要一些比较进阶的技巧 好 那如果未来有机会 我们可以再来讨论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说 你已经放了Starlos 放了Table fee 某种程度你已经也延迟进场了 好 所以这会让你得到一个新的什么呢 新的一个MAE MFE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新的MAE MFE 跟BravenStar之间的关系 OK 好 那我们先来复习一下这个BravenStar BravenStar 那中文叫做损评听损 BravenStar是什么想法呢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有一笔赢钱的交易 跟一笔什么 跟一笔输钱的交易 好 那他们的价格的走势可能是怎么样呢 可能是这样 对不对 好也有可能是这样 对不对 我们上次已经有讨论过了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BravenStar的想法就是说 当价格超过什么 价格超过我的Lose Trade的MFE之后 Lose Trade MFE的一个大概所有交易的一个特性的时候 我们就可能把什么 把我们的停损 比如说超过这个位置之后 我们就把我们停损往上拉到这个位置 OK 好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它会有什么好处呢 来你看 所以这个赢钱的交易 如果它是一个好的状况 我们先不管它的那个震荡幅度波动有没有越来越大 先不管 好 如果它是好的交易 好 可能它会赚钱 好 可能它就不会碰到BravenStar 那它还是有可能碰到BravenStar 但至少输钱的交易呢 会什么呢 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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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它不小心震超过了 好 那我们就把停损拉上来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什么 它在往下如果真的不好的时候呢 至少什么 它至少不会输钱 它是一笔什么 它是一笔就是Profit0的交易 好 所以原本是小于0呢 我们就让它变成什么 变成等于0 好 或者是略高于0 就是这些技巧 比如说你想弥补你的 呃 礼拜三跟礼拜五的这个利息的亏损的话呢 你可能会想把它 呃 这个这个这个 放的再稍微高一点点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一个BravenStar 好 这就是一个 我把它拉上来的一个技巧 好 这个目的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已经确定 就是说这笔交易 应该要赢钱的时候呢 我就把什么 把我的BravenStar往上提高 好 OK 好 那我们怎么决定这个BravenStar的位置呢 好 所以我们来看 我们上次已经有讲过 对不对 好 你可能会觉得 我为什么要再讲一次 好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到一个工具 好 那工具可以帮我们去做一点简单的判断 好 来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MFV 好 我们先看底下这个图 好 来你看 好 呃 如果今天什么呢 今天你要来判断你的BravenStar 好 损一两平 好 我们待会就把它简写成是B-S 好 叫BravenStar 好 那如果我们要来决定这个损平停损 我们怎么样来 好 决定一个位置 好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好 上个礼拜我们有大概讨论过这个 不是上个礼拜 就是我的前面几支影片 有一部影片在讨论这个TradingStar 那我们也用一个东西叫做Messimum Higher Low 好的一个技巧来决定我们的TradingStar 好 那某种程度我们也要用它来决定 好 来你看 来我们上次讲我们怎么决定 损平停损的位置呢 好 首先我们把我们的交易分成两个 对不对 一笔是赢钱的交易 跟一笔是输钱的交易 好 所以如果今天是什么 如果今天是一个赢钱的交易 好 它应该普遍来说你的MFV 应该是要比较偏大 对不对 好 所以我已经把这些东西都当成是我们 应该基本的能反映出来的东西 那如果你对这个东西还不太熟悉的话 你可以去看我前面的MFV的影片 好 那如果今天是什么 今天是输钱的交易 它应该会比较MFV应该会比较小 对不对 所以可能是长这样 好 所以Lose Trade MFV 好 好 在我们前一支影片讨论Wintray 跟Lose Trade MFV的时候 我们有讲什么 我们有讲说呢 当你能找到这两个分布的什么呢 一个中间的比较中间的位置的时候呢 它可能是一个好的什么 好的一个你可以放Bravenstar的位置 也就是说呢 输钱的交易大部分不会超过这个点 好 所以只要超过这个点呢 你就可以把你的听说往上移 因为它应该很有可能是赢钱的交易 对不对 这就是按照分布的比例 你可以去观察到的一个特色 好来 我上次好像也没有提到 我刚突然想到 你看 我上次好像没有提到 你看 我应该怎么画呢 你看 我们先来这样看 仔细看 其实我上一支影片应该是漏 应该是没有讲 你仔细观察 这一组的MFV很有趣 这一组MFV 如果你把Wintray 跟Lose Trade 一起看 好 MFV Count 你如果是一起看的话 它应该会长这样 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情况 这是就跟我上次之前的 前面有讨论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呢 通常我们今天MFV是决定TableV 对不对 但是因为我的分布没有很明显的 没有很明显的这个分离 或明显的一个风太出现 它是有点呈现一个平原型 或者是一个比较均匀分布 均匀分布 均匀分布 我应该前面的影片都有讨论到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的TP就很难决定 对不对 这时候我们用Placement Test Placement Test 好 我们可能会放在什么位置呢 我们可能会放在这个位置 很小的TP 对不对 或者是我们可能会放一个很大的TP 对不对 好 那你会发现这两个Placement Test 可能都不会得到很好的结果 好 有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可能小TP跟大TP都不行 好 但是你发现它是有一个什么 它是有一个平原的状态 对不对 所以可能这个平原的状态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Lose Trade MFE的分布呢 跟Wintray MFE的分布呢 它们的什么 加起来的一个样子 OK 所以如果今天它是呈现一个很明显的什么 很明显的一个风太 好 那你就TP下去 好结束 好 就是 你就可以把你的交易结束 好 所以如果今天你没有办法很好的决定到一个好的TP 或者是你决定到好的TP 但是结果还是没有很满意的话呢 你可能可以考虑把你的MFE去做Wintray Loose Trade分离 然后考虑一个东西叫做Brave & Stop OK 好 所以这就是我刚突然想到 往昨天 前一支影片忘记 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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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